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清然 华行风格非常的轻巧 非常的轻盈 最后出场的是张一泽 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位现在短道速滑队 国家队当中的一位中生代的选手 但是从参赛的经历和资历上来说 从现有的这些队员来说 这已经算是一位老将了 比赛开始 开始之后韩宇彤还是全力地想把自己的速度带动起来 他的速度能力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韩宇彤 他是一个1500米的主向的选手 因此他的整个的体能分配 尤其是最后的速度耐力是非常好的 他具有这样领滑的底气和能力 但1000米的这个成绩啊 1分28秒86可真的不太好 不太好抄 所以这两天女子的选手 大部分是在500米单向当中拿几分 1000米几分不好拿 有希望 这个时候后面的竞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 张绿泽上到了第三位 前面是功力在第二 还有两圈 最后的一圈 1分28秒826 这个成绩有希望 看一下韩宇彤最后冲两刀 应该是非常接近这个成绩的啊 非常有希望去拿到积分 这一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500米那肯定是范克新曲神宇要更强一些 然后包括第一天就晋级的张雨婷 他的500一千的能力也是不错的 就是短距离的爆发能力 这都是比较出色的三位选手 而从目前的长距离来看呢 韩宇彤应该是整体能力最出色最强的 也是最稳定的 而且也是领滑能力最为出色的 他的打法一千五和一千几乎都是从头领到尾 所以有这种能力和底气 我可以试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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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